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示奇迹 用八年时间打造一家市值超过五百亿美元的公司 在中国商业史上 这是一个前五古人的奇迹 但尚是对于小米来说 只是心真诚的开始 一小米是一家在四个维度上布局的公司 本质上 小米是一家互联网公司 长期看 小米的估值一定会回归到互联网估值模型 小米究竟值多少钱 此前有传一千亿美元 也有传两千亿美元 传言不重要 就像小米IPO的估值一样 估值只对当下有意义 对于小米而言 对于投资员而言 对于雷军而言 小米科技未来值多少钱 这才是应该关注的 小米是一个新物种 这句话很难听明白 包括投资人 尽管这是一个事实 小米科技作为新物种 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一家在四个维度发展的公司 第一个维度 是以小米手机为代表的智能硬件 目前小米硬件已经涉及几十个品类 第二个维度 是互联网业务 包括游戏 在线广告等 这一块业务每年维持100%以上的增长 第三个维度 是小米新零售 小米科技目前在中国是仅次于阿里巴巴 京东商城的第三大电商公司 超过苏宁 国美等传统卖场 随着小米之家线下店的开张 以及品类扩充 这一块的增速高于京东商城 阿里巴巴 第四个维度 是生态链的发展模式 目前小米生态链投资 已经超过了100家公司 除生态链投资外 还有顺为 小米投资不等 小米通过赋能的模式 进入了更多领域 小米是一家为用户提供整体智能生活解决方案的公司来源 互联网实现是在四个维度之上 小米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本质上是一家互联网公司 小米通过海量的硬件设备互联 采集全生命周期的用户数据 在全生命周期的数据基础上 提供各种互联网应用与服务 在硬件加互联网服务加新零售的基础上 行 乘用户入口 形成流量 数据加流量 可以是小米发展互联网应用与服务的基础 也可以为第三方赋能 打个比方 腾讯可以用流量扶持自己的游戏业务 也可以投资京东 美团 通过流量扶持这些兄弟公司 本质上 小米是一家互联网公司 543亿美元的估值 2019年24倍的失盈率 是对一家硬件公司的估值结果 长期看 小米的估值一定会回归到互联网估值模型 小米被低估了 被严重低估了 小米股票适合价值投资者长期持有 二未来互联网行业将迎来一个新时代 5G加智能硬件人工智能的时代 新时代会有更多风口 在5G加智能硬件人工智能的时代 最大的入口是硬件 流量源于硬件 汇集于平台 小米科技将在5G加智能硬件人工智能的时代迎来大爆发 5G加智能硬件人工智能与PC时代 以及移动互联网时代大相径庭 在PC时代 数据由操作系统厂商控制 比如微软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数据主要由应用提供商控制 比如微信 支付宝 金日头条等 5G加智能硬件人工智能 是万物互联的时代 数据形成于硬件 流量源于硬件 然后在平台上形成流量时 最后形成生态 以智能手环为例 数据受控余端 而不是来自于应用 万物互联时代 数据形成方式变了 线上流量 来源变了 将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将对整个互联网行业的格局产生影响 互联网发展会经历了两个阶段 目前正在进入第二个阶段 过去30年 互联网发展的方向是数字化 数字化发展的阶段分为两个阶段 根据终端的不同 划分为PC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 未来互联网的发展会转向 发展的方向是互联 所有设备的互联 也就是万物联网时代 过去30年互联网解决了数字化 未来的任务是实现万物互联 这是湖畔大学教授 畅销书平台战略的作者陈薇如的观点 无论PC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 还是万物互联网 基础设施都是两方面 一是终端 二是通讯网络 PC互联网分为两个阶段 窄带PC互联网 宽带PC互联网 窄带PC互联网 是台式机加拨号上网 宽带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是有线宽带加PC 移动互联网的基础是4G加智能手机 物联网 或者说万物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是什么呢 是5G加智能硬件人工智能 网络宽带与互联网发展的关系 来源 媒体训练营智库小米的优势是什么 是硬件设备领域的布局 横向看 小米硬件产品矩阵 主要有两部分构成 一是小米自有产品 比如手机 电视 路由器等产品 二是小米生态链产品 比如小米手环等 纵向看 小米硬件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以MIUI操作系统 小米芯片为纽带 联盟更多的品牌厂商 以小米VD的方式打造更大的硬件矩阵 MIUI全球联网激活用户数已经突破了3亿 继华为之后 小米也在2018年 发布了自助研发的处理器澎湃S1 小米纵向布局已经开始 除了数据来源与流量形成发生了变化外 在5G加智能硬件人工智能的时代 另一个变化是终端在数量上的大爆炸 PC互联网时代 全球智能终端以11G 4G加移动互联网时代 终端的数量以100亿G 5G加物联网时代呢 孙正义说 以千亿G 或者远远不止 3亿万物互联打造硬件产品矩阵 形成数据 汇聚流量 从硬件 软件与互联网 新零售 生态链四个维度发力 最终形成小米生态 小米就是一个互联网新物种 互联网新物种 应该按高速发展的互联网公司估值 而不是硬件公司估值 雷军在露眼的时候开玩笑说 小米应该按照腾讯X苹果的模式估值 雷军这个玩笑想表达的 不是估值 是小米模式 小米是一家以互联网私为积累海量用户 通过服务变现的公司数据来源 互联网实验是多维度发展的公司 可以按照两种模式分析 第一种模式 多维度之间若相关性 各业务之间的协同度低 效果是叠加的 第二种模式 多维度之间强相关性 各业务之间协同性强 相互之间 效果是乘数效应 二维是平方 三维是立方 四维是四次方 效果是多种指标的综合 用户规模 日活 营收 利润等等 都包含在效果之内 效果叠加可简单理解为多元化发展公司 成数效应就是新物种 以任何一种业务来定义这样的公司 都会出现偏差 因为运营效果并不是此业务的叠加 小米以硬件为基础形成数据 获得流量 长出了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应用 是成数效应 是新物种 对于投资人 对于媒体 成数效应很难懂 新物种很难懂 因为已知的分析框架 是分析旧物种的 当下的投资人 甚至媒体都是已知分析工具的奴徒 投资人 媒体人经常强调呼吁创新 但投资人 媒体人是很少创新的 总以老眼光看待新事物 因而常常看走眼 对标腾讯分析 QQ业务是不赚钱的 甚至是亏钱的 QQ的价值是形成流量 获得数据 在流量的基础上 形成在线游戏 在线广告等业务 实现收入 在投资京东 美团 拼多多这些厂商 以流量扶持这些公司发展 最终完成生态建设 产品不赚钱 产品形成数据 获得流量 在流量的基础上形成业务 同时以赋能的方式完成生态搭建 这是平台型 生态型互联网公司的发展模式 也是互联网公司对传统行业最大的颠覆 对表以前的互联网公司 小米是一个平台型 生态型互联网新物种